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愿望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ian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言 等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Hello Diana 你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会讲一下关于女性怀孕的毛病 怀孕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但同时孕妇可能会有很多不惜或者担心 袁医生可不可以和我们讲一下 有什么一般性的问题 自然疗法可以处理到的? 大家一遇到人说我怀孕了 通常第一个反应是恭喜你 先恭喜你 但是一般人可以这么说 有时候他很开心 但也很担心 因为一般人都怕怀孕的过程会如何 会不会顺利生生小孩 那个妻儿会不会有问题 所以很多人在今时今日 一怀孕的时候 他很经常会去做一大轮的所谓的检查 苦科检查 他们的想法就是早点知道 早点检查 早点发现 早点处理 如果有问题 希望做多些检查 就会多些安心 但其实事实上 很多情况之下 越多检查 不会一定为你带来安心 可能会带来担心 是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现在很多的 所谓试检的检查 一般性 你所得到的资料 其实不是那么清晰 不是那么黑白分娩 有些是照超音波 其实超音波是照什么? 是照一个影子 是一个很模糊的影子 所以不是真的那么肯定 那么准确 当你照到一些东西 测验到一些东西 你又不是很肯定的时候 你会怎样? 你会再觉得 很害怕 有些东西 但我也不太清楚 我们要再等一等 再照多一次 或者用其他方法 好了 当一个孕婦听到这样的说法 会怎样? 很担心 很担心 会不会真的有事 是吧? 其实这个是很常发生的 这些这样的 不是说检查越多 肯定的肯定的肯定的肯定 肯定的肯定的肯定 肯定的肯定是越多 有很多时候反而更坏 虽然这么说 我们都要留心 不要掉以轻心 虽然我们父母那一代 生了很多小孩 根本在怀孕期间 是很简单的 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 反而今时今日 当怀孕 是一种病来看待 其实真的不需要 为什么会这样呢? 很明显 现在人身体体质 真的不太好 能够怀孕 已经是很艰难的 有三分之一的夫妇 是想生不住的 所以有时候 很辛苦 经辛苦 生得到之后 他就特别会紧张的 好了 我要了解 第一 大部分那些 怀孕遇到不适的原因 都是主要三个原因 第一个 荷尔蒙改变 很明显 在怀孕期间 荷尔蒙改变都很厉害的 第二 很多时候是营养不足的 可能营养不足 可能一向都是一般的 加上营养 即是怀孕子 嬉养需要额外营养 令到我们身体现有的营养 可能不足够额外供应 给另一个小生命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很多时候 因为有个胎儿 在一个幅度 越来越大 是的 有时可能会去到家 到家里 八磅 十几磅都会有的 那么 按住什么 按住身体的骨 按住身体内部的器官 是吧 这个也导致有些会不舒服的 OK 所以 我们在遇到一个孕妇 通常不舒服的原因 都是因为这三个主要原因 好了 我刚才所说 不需要太过紧张 去做很多方面的 不断做身体检查 其中一个 我就说是超音波 很多时候 人们喜欢超音波 以为是没问题的 不是那么侵犯性的 可以看到小朋友的成长过程 但是我们已经很多研究都发现 太早做超音波 是会伤害过婴儿的成长 神经系统会有影响的 还有一个很大型的研究 发现 例行定时做超音波 结果是不会因此好过些 从来都没有什么做 需要才做的 所以 没有科学证实 是经常要做这些超音波检查 是有好处的 好了 但是有的时候 我也知道 遇到一些问题 你是真的要找人帮忙的了 比如有的时候 就在怀孕期间 突然之间是子宫出血 当然子宫出血 通常都是显示有些问题的 可能会作流产 对不对 如果是经常症的出血 就可能会 败血都很严重 当然这个要处理它 就是要找一个专家处理它 也有一个问题 当你经常的腹部 是很严重的痛 还有抽筋得很厉害 就是经常性 不是间歇性 有时候需要踢一下 那些不算什么的 但是经常性 就是无谓的痛 这个也是要小心的 因为有可能在早期 因为这个是什么 宫外人 宫外人导致的 宫外人是当然一个感激手术的问题 还有就是 比如那个阴神 阴神呕吐 当然正常是第一个三周期的第一段 但是如果是很严重 很长久很严重的 你什么都吃不下肚 人体重更加消瘦 那当然是要处理它 就是你自己不可以说 不要不理它 要做些事情的 那当然 有时候 是当你那个 第一周过了之后 那你继续是 作呕 呕吐 那这个就是不正常 那你是第一个 trimester 当常都可以说 一般都可以接受的 但是也都很多时候 有一些很特别的情况之下 我们出现那个身体的水肿 脏 那这个也都很可能 一个严重的问题 那所以当我们 如果孕婦女性 遇到这些这样的症状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 不是一个 就是不是一个正常的情况 那所以一定就要去处理它 ok 那我们今天呢 就会一路一系列的说 是跟那个孕婦有关的问题 那我们今天呢 就会说什么呢 贫血 孕婦的贫血 是 ok 那第一 我们要知道呢 很多时候呢 孕婦的怀孕期间呢 医生呢 就会发觉呢 他是有贫血的 那 那为什么呢 那 当然呢 如果是 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很多时候呢 孕婦呢 是会出现这个 这个铁质的贫血呢 就因为呢 孕婦呢 是那个血量要增加 ok 就是你记住 一个血量的增加 因为要供应给那个 那个胎儿的细胞 那所以那个自然的 那个血量增加 而相对呢 本身那个 铁量呢 是相对不够的 那就出现了这些所谓 怀孕性的贫血 那可以令到孕婦呢 会比较累 那就是孕婦呢 就是孕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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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有时候都会 令孕婦呢 更容易患病的 但是你要记住呢 这个呢 我叫一种孕婦呢 孕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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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是比较纯一点的糖 留下的那些通常是比较含有矿物盐 包括铁汁比较高的 所以你能看到是黑妈妈的 黑椒糖 这个很好 一般人吃就会觉得有点焦味 因为是正常的 因为你是慢慢来到揮发 来到这样煮煮煮的 所以剩下的底部有点焦味 但是没所谓的 还有食业绿素的蔬果 除了菠菜 大家知道菠菜会拔走你的铁 蔥 Casules 就是腰果 车离子 你看到红纸的车离子 士多比啤梨 干果 Fix 毛花果 鸡蛋 这些都是含有脱质的 其实是比较丰富的食物 所以第一件事是进食多些这类的食物 好了 有些什么要避忌 有些什么食物可能会在这个阶段去避忌它 第一就是菠菜 刚才跟大家解释过 还有叫做乌白 乌白就是大黄 中人比较小吃 例如在外国有时做乌白 乌白 蜡 蜆 巧克力 因为这些食物 含有叶酸比较高 是 叶酸会阻挡我们的身体吸收铁 哦 所以这些食物 应该是减少些食物 好了 如果你是怀孕 当然 不要喝太多咖啡因的东西 因为咖啡因 亦都会伤害那个婴儿 咖啡因 亦都会抑制铁的吸收 那些汽水 和牛鱼类的食物 Dairy product 都在这个时候 不要太多 是 好了 但是如果你说 我医生说 我配那些铁丸给我 那些 吃铁丸的时候 你当时 如果和食物一起吃 如果你食物里的纤维太高 这些纤维会 是会将铁丸 是将它洗走 清掉它 所以你未必能够 所以 在服食铁丸的时候 都要小心 不要吃太高纤维的食物 我个人 就不觉得 不要吃铁丸 因为铁丸是会相干的 尤其是一种叫做 Iron Sulfi Ferrosulfi 这些 这些也很难吸收 亦都会影响我们的食物 好了 那 还有什么呢 我们有特定性的处方 第一就是铁 我曾经所说 有些人会用铁 但铁有很多形式 如果你要用铁丸 用一些比较容易吸收的铁 比如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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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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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铁铁 这些是比较容易吸收一点的 因为这些是一种叫做铅合了的 Celated Iron 是比较容易吸收的 那么尽量不要用一些铅修肥 OK 那么在我们的诊所呢 我们会用一种叫做Feral Food Feral Food是一种食物来的 是一种浓缩食物的 那么就会避过了 我刚才所说的这些问题的 我们在Standard Process 我们是用Feral Food的 好了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 还有些什么呢 那么孕妇我们通常就建议 起码服食一种多种维他命 OK 那么在我们的诊所呢 我就用了一个产品 是叫做Catalene Catalene也是一个美国的 差不多最老自豪的营养制作公司来的 Standard Process 那么它早期呢 它就只是做一个产品而已 就是Catalene 哦 什么东西都靠它了 因为它是一个很多很多元素的营养的丸来的 但是它是一种叫做浓缩食物 就不是维他命丸的 是 浓缩食物呢 是比较好一点的 因为呢 它是接近我们的身体的营养的需要 就不是呢 就是一种化学物质啦 不是一种合成物啦 那一般维他命的呢 抗米盐也好 都是一种合成物多一些的 就是它不是真的在一个天然的食物那里呢 是慢慢浓缩它炸出来的 因为它会很贵的 没有人吃得起的了 嗯 好了 那么另外还有呢 有些什么配方可以呢 那么在同一疗法 有一种纤维盐疗法的 纤维盐疗法呢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是 就是一百万分之一的成分啦 是 它有3X啦 或者6X啦 那样 那么其实呢 它那个成分呢 应该是很轻微很轻微的 嗯 那么所以很明显呢 它不是真真正正正是用铁来供应的 其实呢 它是帮助你身体呢 是吸收食物的那些铁 那么所以Ferrin Phosphate 我通常吃五粒啦 就是那些看它大小啦 包装啦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用得着的 好了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可以由那个那个草盘植物那里 比如有一种叫做Yellow Dog 英文叫做Bru Max Crispus 叫做皂皮酸膜 那么这个是一种草药来的 那你可以用一个capsule 这个capsule 300mg 如果是滴剂呢 用差不多20滴啦 每一餐这样用 那么这个呢 就会含有铁啦 还有也都帮助我们铁的吸收 叫做Yellow Dog 那么这个可以有时点 是我们健康店呢 有时点可以找得到的 那么另外一个营养的 那个营养的就是沉麻啦 Natal Natal Elicate Diotica 那么这个也都可以用那个滴剂啦 如果滴剂两个ml啦 那就是两次 如果是那个软装呢 就300mg啦 那来到这样用啦 那你都可以当是用葱茶啦 有些是用了沉麻枕叶呢 那些葱茶 那一是草茶 那一是茶 那一是喝两次啦 那这个也是一种就是那个铁的来源 那还有很多其他呢 是帮助我们血的那些矿物盐的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那个Corella 小球醋啦 那我们公司有一个很好的健康产品呢 是变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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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大家有兴趣呢 记住呢 那里面呢 是很多很多 就是不同的浓缩食物啦 那个小蜜草啊 大蜜草啊 这一类的 那个 Gorella 小球醋啊 那这些可以当一个 我自己就当我早餐来这样用的 那最后呢 就是维他命C啦 如果你食铁 就是食那个营养素铁质呢 那你就用维他命C同时服用啦 那这个呢 就会制造一个酸性的环境呢 是帮助我们呢 是吸收那个铁的 OK 嗯 明白了 多谢了袁医生今天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我们 预约回诊25773798 海外的听众 亦都可以用网上的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袁医生网上回诊 可以email去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找回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或者上回youtube搜寻 圆网台的自然了发与你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啦 谢谢袁医生 好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舒适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址 www.h-e-a-l-t-h-s-h-o-p.com.h-k 呃 d ar 鬆 了 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